约翰福音 第21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祂得着亮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至三十节 耶稣是真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法利塞人对他说 你是为自己做见证 你的见证不真 耶稣说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 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 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 我的判断也是真的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 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 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他们就问他说 你的父在哪里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这些话是 耶稣在殿里的库房 教训人时所说的 也没有人拿它 因为它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要去了 你们要找我 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说 他说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难道他要自尽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世界的 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他们就问他说 你是谁 耶稣对他们说 就是我从起初 所告诉你们的 我有许多事 讲论你们 判断你们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里 所听见的 我就传给世人 他们不明白 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 我没有一件事 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 所教训我的 那差我来的是 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 独自在这里 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就有许多人信他 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宣告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在他宣告的当下 正值犹太人的祝鹏节 在这节其中 犹太人会点亮 圣殿灯台的灯 叫人纪念当年 神在旷野 引导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火柱 耶稣可能就在 这过节的氛围中 做了比喻 他说 圣殿里的光 虽然能够照亮黑暗 但我却能够照亮全世界 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 立刻引来犹太人的反感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 只有神自己被称为光 所以法利赛人立刻反驳说 没有人可以为自己做见证 于是耶稣就宣告 我不是为自己做见证 而是天上的父为我做见证 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 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 最后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数着世界的 我不是数着世界的 从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中 可以发现 他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耶稣的工作 法利赛人和世人 经常用物质界的角度 来看待耶稣的工作 因此眼睛可见的才是真的 不可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现在才是重要的 未来没有人可以了解 如果神是现在降临世间 一定会恢复可见的犹太国度 但在耶稣的对话中 他一直强调属灵的世界 你们虽然看不见天父 但我告诉你们 天父是一直与我同在的 看不见的 比看得见的 能力更大 我不是要恢复可见的 犹太国度 我是为这更伟大的 上帝国度而来 火的光辉 虽然可以照亮一个范围 但我却可以照亮世界 我们也应该学习耶稣 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因为我们得救以后 也不属这世界 而是属乎基督 只有用耶稣的眼光 来看待事情 我们才能得着那光 不在黑暗里走 活出神创造我们的样子 主啊 你的话告诉我 你是永远与我同在的 虽然有时候感觉不到 但我相信你的话是真实的 与我的感觉没有关系 求你帮助我 相信你的应许 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 道读神的话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阿们 主啊赞美你 是的你是世界的光 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阿们 是的主 你就是生命的光 我们要跟随光而行 我们要享受在你光明的同在当中 因为我们都是你光明的儿女 阿们 主啊 是的我们都是你光明的儿女 你就是世界的光 你照进我们的生命 黑暗就出去 主啊 我们要来跟从你 我们跟从你 就不在黑暗里走 行在光明中 阿们 是的主 你的光要照亮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阿们 是的主 你要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来照亮 使我们不再行在黑暗中 要得着生命的光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跟从你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阿们 主啊 你就是真光 已经照耀在人间 阿们 你道成肉身 要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阿们 是的 你道成肉身 为要照亮 在这世上一切的人 帮助我们的生命 单单的享受在你的光中 并且知道在爱里 是没有惧怕的 享受在你的引导 我们就要得着生命的光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在你的引导当中 要得着生命的真光 愿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的眼睛亮 行在光明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